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番茄和鱼肉能做出什么样的美食呢 味道真的很不错 酸甜口的 夏天你一定要尝试尝试这道菜 制作起来会不会很复杂呢 鱼片每次做出来都是碎的 徐克师傅三招保证鱼片不碎 为您带来一道夏季开胃的营养餐 茄汁鱼 前几天我在餐厅里吃到了一道菜叫茄汁鱼 真的味道很不错 我觉得这道菜应该做起来很简单 回家就尝试了好几次 结果发现每次都失败 鱼片每次做出来都是碎的 成不了形 今天我请来了徐克师傅 他说他有三道秘诀 可以防止鱼片碎 三招就能解决鱼片不碎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番茄和鱼肉又能做出什么样的美食呢 首先是加工这个番茄 先加工番茄 对 我们把锅坐上把水烧开 好 然后去皮 我现在这个番茄上打开一个石子花刀 一会比较好去皮 我来加工鱼 好 我现在最关键就是要学这个鱼 出来的鱼片不碎 您可一定每一步都得教好 我们说三道秘诀吗 对 好 把鱼骨先去了 对 这碰头鱼小刺多吗 还可以 还可以 如果家庭有孩子的话 建议可以用 有时候鲁鱼啊 鲑鱼啊 刺少的也不 刺少的 对 好 我这都撬皮了 您看 好 我来给它去皮 好 哎呀 您看 刚才徐克这么一切了个花刀之后 这皮确实好去得很 我们现在把这鱼皮去掉 鱼皮也不要 这道菜其实我觉得做出来还是挺有营养的 你看番茄含有大量的VC是吧 对 鱼肉呢 含有大量的高蛋白 夏天呢 番茄上市 而且鱼肉做出来这种鱼片很滑嫩 家里是老少咸鱼 好 我这已经全部完成 我看您这也完成的差不多了 好 我们现在把这鱼片片出来 片出来 就斜着这么片 对 片的要薄一点还厚一点呢 适中就可以了 适中 我上次尝试着那么做 我说厚一点可能防止它会碎 结果厚的也碎了 鲁鱼您别急啊 我们三招解决鱼片不碎的秘密 现在才开始揭晓呢 那么呢 首先呢 我们知道这个鱼呢 是这个肉质呢 含有胶原 含有胶性 嗯 那我们怎么把这个胶原分的胶性呢 给发挥出来 哎 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先撒盐 先撒盐 对 而且量呢 稍微的多一些 为什么撒了盐 它的胶性就能出来 哎 我们撒盐 它并不会出来 但是呢 我们拿盐的压力 它盐有渗透压的压力 哦 使这个鱼要组织这个胶性 发生点变化 发生变化 好 第一个秘诀就是往里撒点盐 我们可以多抓一会儿 哎 让每一片呢 都沾上这个盐 嗯 好 好 休息三到五分钟 腌制鱼片的同时 我们需要把番茄切丁 然后把腌制好的鱼片 用清水洗干净 控干水分 接着 徐克师傅将揭晓 保证鱼片不碎的第二个秘密了 是该第二道秘诀了 第二道秘诀开始 就是 上姜 是要上生粉之类的东西吧 我们今天上的是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 对 因为它的粉筋比较大 粘性更强 对 更好的 让它裹在这个鱼片上 好嘞 来 我们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鱼腥 一点点的蛋清 蛋清 蛋清也能起到给它包一层外衣的作用 对 对 而且还会让鱼肉更滑稳一些 对 这时候我们就不用加盐了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加过了盐 你说生粉 那衣服什么时候穿的 稍等 把蛋清拌匀了 对 然后我们再加入红薯淀粉 明白了 这蛋清有点像胶水的作用 对 先涂点胶水 再沾生粉 它粘性就比较大一些 到下锅的时候就很不容易碎了 明白了 我们用三招秘诀来防止它 一会做鱼片的时候碎掉 第一招 刚才已经给大伙介绍了 用盐 用盐搓 对 用盐搓 第二道秘招 就是上姜 上姜 上姜一定要用一点生蛋清 作为胶水的作用 让它裹上红薯粉 三招秘诀已经揭晓两个了 其实一点也不难 但见功夫的第三个秘诀又是什么 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炒制的过程 把番茄先炒酱 刚才你已经教了我们两道秘招了 徐克 还有第三道秘招 现在都开始炒酱了 什么时候上了 稍等 还有最后 对 好细总在后头 对 这炒酱不应该放太多油 对 少许多就可以了 对 炒制番茄主要是炒出番茄红素 番茄红素 对 他们说番茄生着吃有生着吃的营养 炒熟了有炒熟了的营养 好 我们慢慢炒 把它炒成酱状 对 我们要炒透 把番茄炒透 然后再加入水 这开水的量是随着鱼片的量来放 您看 好 这一加开水之后发现我炒的还不是特别碎 给我倒的再碎一些会更好一些 更好看一些 对 好 我们现在就让大火烧开 好 开锅了 好 下面我们加入味道 加入味道 对 刚才那鱼里已经有点盐了 对 但是汤没有盐 我们再加一点盐 看着味 烧开后 放入金针菇 金针菇 对 就是咱买的金针菇洗干净就行了 对 再大火烧开 现在第三步窍门就可以出现了 好 我们在烧开的锅中加入少许的淀粉 刚才不已经给它加了淀粉了 怎么还要往这里面加淀粉 对 为什么还要加淀粉 就是让汤汁本身变得粘稠一些 这个鱼片在下入汤汁的时候 就不会很快让淀粉融入到汤里了 它本身穿了一层衣服 然后汤里再增加一些粘稠度 这样就不容易碎了 对 这是第三道秘诀了 您记住了吗 而且切记一定要小火好 最后只需要把汤汁烧开 改成小火 把鱼片放入汤中 让汤的温度把鱼片浸熟就可以了 真是 鱼片没有碎了吧 经过这三道秘诀 您看这鱼片都在完整的状态中 好 我们下面开火 开大 只要让它开就可以了 但是一开大火 会不会再把它给弄碎了 不要让它开开了 别开开了 就冒少泡就可以了 大家看 冒少泡就可以了 关火 好 来点味精吗 好 来点味精提鲜味 出锅了 好 真是一点没碎 最后加入一点 薄荷 薄荷叶 夏天是非常的好 也有这个镇定醒脑的作用 对 先尝尝这鱼片 好 您别说 经过徐克这三道秘诀 你看 这鱼片真的是非常的完整 很滑嫩 我再尝尝味道 味道真的很不错 尝尝这汤 酸甜口的 夏天您一定要尝试尝试这道菜 就是我们的茄汁鱼 另外还要给大伙介绍我们天天饮食的天天有礼活动也已经开始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按照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 就有机会获得天天饮食十年典藏图书 一共是十本 好 齐克我们跟大伙再见 好 再见 再来回顾一下制作茄汁鱼所需要的原料有 胖头鱼 番茄 盐 味精 带糖等 首先把鱼去骨片成片 加盐抓匀后腌制三到五分钟 洗净后控干水分 加蛋清 盐 红薯粉 上浆备用 将番茄炒透 加水和金针菇 少许的水淀粉煮开之后关火 放入鱼 再来回顾一下 水淀粉煮开之后